胡仙旭李婉达有多配啊 原来充满爱的眼神早有预告 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救命 敌人之下的主角胡仙旭和李婉达真的好配啊 虽然男主胡仙旭是典型的亚洲长相 而李婉达是偏向于混血的长相 但是这氛围真的无人能敌 就算周围有其他人在场 但他俩似乎活在二人的小世界里 让人忍不住想到了小欢喜里的方一帆和乔英子 课堂只能一时爽 但一直课堂一直爽 要知道胡仙旭曾经公开说过 自己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对于未来的理想女友 他非常真诚直白地说 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姐姐型女友 相信一见钟情的她 会在初见时在意颜值和身材 更希望在逐渐了解后 未来的她会是一个温婉的人 而这不就是李婉达本人吗 虽然李婉达是03年的新人 相比00年出生的胡仙旭小了些 但是你先别着急的全盘否定 毕竟只是小个三岁而已 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他俩才是真的绝配 论颜值李婉达完全就是姐姐 要知道她兼具模特的颜值与身材 能轻松驾驭包括杂志 那红唇湿发的超萨造型 哪怕是成熟风的高开刹礼服 也能穿的女人类十足 如果抛去小三岁的事实 单论一见钟情的感觉 那李婉达绝对是足够美好 而李婉达的经历和本人的性情 更是如同小说般的情话 只怕魅鱼也就这一位 能如同胡仙旭崇景般的那样 善良又美丽 其实比李婉达更出现的是 雨林精灵的昵称 要知道他们一家都致力于 西双版那热带雨林的修复 在13年前就曾登上电视节目 用唱歌的方式宣传守护雨林 正是因为对舞蹈的绝对热爱 李婉达才走出雨林来的舞台 如果这都不算善良 那只怕整个世界都圈阳恶人了 很以为只是圈地自盟的可可CP 没想到竟然越发越上头 那我先下场入估这对新人了